我没想到 看看我闺女 今天给我做啥好吃的 老冰雪辣葱啊 闺女 一直越来越知道妈的口味了 当然了 怎么能让您白花鸣鸣钱吧 啥意思 这个小本子上面 记载了昨天到今天 好不 到现在为止 我为您做的所有的事情 当然了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应有的标价 你可以看看 如果觉得不合理的话 我们再谈 您总是说钱可以买到一切 包括女儿的感情 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走好吧 您只要给钱就行了 不愧是我骑一丈马的女儿 这么做就对了 那给钱啊 等着啊 给我闺女拿钱呐 闺女啊 闺女啊 你要是管我叫一声棒 我得付多少钱呐 我没想好 没关系 慢慢想啊 把钱盖上针 不填数 等你想好了 自己填上 这上面没填数啊 今儿啊 我就要买你一声棒 叫吧 好给你 好给你 拿着拿着 把开支拿了 好啊 好啊 好吃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衰怎么了 我跟老头子吵架了 小衰你先别哭 到底怎么了 他老男前杂人 我就故意气他说 帮他洗衣服 帮他做饭 也要钱 没想到 他拿了一张支票给我 让我叫他爸 小衰 你还记得你告诉过我的吗 用别人的缺点治别人 这等于什么 就是把错误 束缚两遍 你会为这事难受 你爸爸就会高兴了吗 曼玉 我想你 散散 我知道 我们不能见面 小衰 跟你爸爸道歉吧 姐 来 坐吧 来 老白 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过一天试一天吧 嫂子 你平时很少出门的 这次到我这儿 不会是单纯来看我这么简单吧 对 是伪公司的事 湘天现在是遇到麻烦了 除了你还有谁能帮上他呢 是骑大马 他终于要对闻师下狠手了 那你帮着想想办法 老白 我知道 闻家曾经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大人不计小人过 帮忙向天 闻好萨天之灵都感谢你 老白 嫂子 我还叫你嫂子 这说明 我把你当成亲人 不是我白景天袖手旁观 这次闻事 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但凡有点办法 我能不和骑大马去斗一斗 可现在你跟他斗 也是徒劳的 你 要不找他们谈判吧 以偷恶狼 能和猎物讨价还价吗 怎么又回来呢 怎么又回来呢 送给你 我想不出来叫医生爸爸得用多少钱 看来我天生不如做生云的料 不如做生云的事 你说你没事老把自己弄那么凶干什么 爸不是装的规定 本来就这样 刚刚那一生 不做数了 对 对 爸也 也想有一天 你真心实意地叫我一声 爸 许总 谢子天已经开始交接工作 下周就可以就任亚洲区总裁 这个位置很多人都盯着 谢子天一去 恐怕会触犯重怒 好 你知道啥能让一个人疯狂啊 让他一无所有 正好相反 是给他很多很多的钱 闺女 对 谁让你一大早就提这个呀 老子又说错话了 他又是一大早就说错话了 我让他一辅导在这边 我都不想说错话了 你应该让他一辅导在这边 是两个人的 他就想让他一辅导在这边 我都不想让他去 你知道吗 小翠把他爸爸给说哭了 是啊 昨天去找骑大马的时候呢 一看到他样子 把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为什么 他就躲在角落里 就蹲在那儿哭得很厉害 不敢出声的那种哭 懂我的意思吗 那 那他看见你没有啊 当然看见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咱们不要超市的事情 更奇怪了 他竟然回都没回 一口就答应了 奇怪吧 所以我就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早上就问了一下小翠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跟我说 他使用了一个狠招 竟然可以这样子 就把骑大马给掰过来了 小翠真不容易啊 我说骑大马 其实挺奇怪的 你看他样子多凶多饿 但我听涛涛说 他看电视剧还点很累呢 那有什么稀奇 我看电视剧我也会哭啊 你这人也都不值钱了 人家骑大马是 顶天立地的爷们 你是什么呀 老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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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的眼睛 看清楚 我眼睛哪一部分 不像个爷们 不像个男子汉 反应那么大干嘛 太夸张了 言戏啊 不是假的 真的 老婆 你没事吧 要不要救护车什么的 水是吧 等等 这么快 不会吧 小翠姐 小碩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刚上你家里去找了你 保姆说你出来下太阳了 大着个肚子就别老出来晃了 大着太闷了 那保姆吧 勤快倒是挺勤快的 就是跟一头呆头鹅似的 你跟他说得了十句话 他都不见能地回你一句 只好我成天呢 就跟小雪讲话 说得他都烦了 老踢我 迪姐 那 我没事就过来给你聊聊天吧 你要是有时间呢 就多陪陪你爸爸 把这些年割下的心里话 都跟他说说 讲不通 跟他有代沟 傻瓜 好不容易找到了爸爸 要珍惜 别想我 别想我 齐总 文向天要见你 我说您在开会 他说他会一直等 让他进来 好 来 加上 齐叔 知道老子为什么同意见你吗 因为文齐两家 明日之后再也不是敌人 或者说 文氏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 老子对于只剩一天的敌人 那还是很宽容的 怎么样 平时健身吗 没有好身的骨 你拿什么跟我拼呢 那齐叔 我可以玩玩吗 有意思 有意思 先练两下我看看 给他加上 麻烦你 我要跟齐总一样的重量 好 齐叔 以目前文氏的实力 撑不过一个礼拜 行啊 小子 一上手就是这个重量 不含糊 但是齐叔 如果您吞下了文氏 又能撑多久 给老子也加上 您说个文氏 想把市场拉成一片 但您买得像火车头 却带不动火车走 老子拼的就是这股劲儿 哎 老子就是要买火车 就算让他烂得贴鬼子 老子也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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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老子拼的就是这股劲儿 我还是要和齐总一样的重量 齐氏集团这样硬拼下去 相应的 您自己的股份也会被稀释 这样的路我走过 矛盾之争 只是两败俱伤 这么多 还嫁不嫁呀 我陪骑书玩到底 好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样 和秦氏集团重新谈判 你别傻了 这年头没有双赢 只有成王败寇 七叔 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从小不喜欢输 这就对了 只有斗起来老子才有兴致呢 如果基础不同意谈判 那文氏只有舍命陪君子 不行 老子渴了 就要喝点水 给他也来一瓶 你是想来威胁老子 我只是在和你谈事实 但是我必须要让您知道 文氏有玉石俱焚的决心 你就不怕把你爸这一生的心血 别毁了 您为了骑士集团 也费尽心力 您都不怕我怕什么 来 给我全部都加上 别打肿脸胖子了 你骗老子啊 你小子肯定练过你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重量 还得谢谢七叔鼓励 还从来没有人敢威胁老子呢 还从来没有人敢威胁老子呢 夫人 要不还是您进去吧 我 你们两家的孩子都这种关系了 早晚有一天要见面 走 这是我们白家的家事 还轮不到一个小丫头来教训我吧 我不是来教训您的 我是来跟您讲道理的 姓齐的也跟我讲道理 你爸爸他自己就胡叫蛮缠 你们齐家根本就没道理可言 白叔叔 您现在不要当我是齐大马的女儿 我是滴滴姐的好朋友 所以我想请您冷静地 不太偏见地听我把话说完 然后您再当我是齐大马的女儿 赶我出去好不好 白叔叔 滴滴姐 真的很想你 他现在很需要你 他一直希望自己肚子里的宝宝 能够有一个疼他 爱他 能够接受他的外公 我知道你现在很恨谢子天 但是 宝宝有什么错呢 滴滴现在好吗 你干嘛自己不去看他呢 哪怕打个电话也好啊 我也很想每天去看蒂姐 可是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友情 是亲情 现在除了您 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这么说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爸爸 二十多年以来 我这回是第一次见到他 他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惯 而且我还经常气他 经常捉弄他 但是不管我对他 说出再狠的话 那我都是在撒谎 他永远是我爸爸 女儿心中最重要的 永远是爸爸 我想说的 就是这些啊 这个东西给您 它叫消失 是地界取的名字 让你消失 让你消失 安立于 让你消失 小心 麦小姐 定应该谢谢你 你们先忙吧 那我先走了 阿姨再见 幸福再见 钱小姐一点都没变 老白 嫂子 嫂子 你怎么来了 来 坐坐坐 刚才在路上向天给我来电话 说是跟骑士谈判有眉目了 一是我来看看你 二是给你报个喜 小岁刚才他说的话 我听到了 这孩子真懂事 他怎么偏偏是骑大马的闺女呢 这就是命啊 老天爷想跟你开玩笑 你就必须跟着笑 哭着呢 也得笑 要不怎么活得下去啊 老信 你还有脸来啊 老白 嫂子 他家那个混账东西 不仅坏了文氏 也害了迪迪 你怎么还敢把他留在身边 看在夫人的面子上 我让你自己出去 不要等着我叫人把你赶出去 老信 白宋 白宋 我知道子田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都怪我没有教育好的 可我觉得 钱小姐说的话有道理 孩子是无辜的呀 我不求您原谅子田 他是自作自受 可您不应该因为这个混账东西 就那样地对待迪迪和孩子 您要怪就怪我 怪死天 绝不能牵弄迪迪小姐呀 我说过 只要他把肚子里的野种打掉 他还是我闺女 可他偏不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哪个当妈的这么忍心呀 老白 看看 看看 你看那小手 他在动啊 揉眼睛呢 他在动啊 老信 来来 坐 那是脚吧 那 那是脚吗 你快看那头边儿 那 别动 我 七叔 小啥 老子在这照样灭你 弟弟 下周我就要调去香港 做骑士亚洲区总裁 从此以后 彻底离开这场和文士的争斗 原谅我不敢当面见你 因为我已经说过态度的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 不知道抵消了多少句我爱你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资格再要求你等我 等我实现最后一个计划 你放心 你放心 不是针对文士 也不是针对文向天 我要对自己这么多年的奋斗做一个了结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我会很快回来 希望能够赶上我们宝宝的江城 继续 有红人的 我们不再来 你赶紧 我 我 你赶紧 我 我 你赶紧 你赶紧 我 我 你赶紧 你赶紧 妈 孕长期是个五个月之后 我多朋友做了约约 医院离我住的地方也很近 您不用担心 这么算 这孩子应该属兔的 小兔子尾巴 真像是做梦一样 昨天你好像还是一个 起在爸爸脖子上 调皮的小姑娘 可现在 你竟然要当妈妈了 可在爸爸眼里啊 你还没长大 还需要爸爸的保护啊 爸 当您争这个强烈的时候 我已经偷偷地长大了 现在我已经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了 就像当初您保护我一样 可你都没跟爸爸商量一下 就自作主张 对不起 爸 我知道跟您商量的话 您一定不会同意的 其实我打算 其实我打算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 再带他去见您 我不求您的原谅 我只希望听女儿叫您一声外公 听说 你给孩子起名叫 小雪 白雪 我们家的姓氏 因为她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弟弟啊 跟爸回家吧 爸爸真是老糊涂了 你是爸的亲闺女 不管小雪的爸爸是谁 我都养着她 我都养着她 爸爸来 照顾你们娘脸好不好 我以为您不要我了 傻孩子 爸爸怎么舍得离开你 还好啊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哥 吃酒的就在这儿吃得太香的 可以爸喝一杯 怎么样 喝着喝 喝着喝 好贵妮 大哥 吃完了 吃完了 你还斗死我了 干嘛呀你这么高兴 爸就跟文向天那个小子谈判去了 谁赢了 不懂了吧 谈判哪有立即定胜负的呀 你还别说 这小子要是不姓文 我还真有点欣赏他 一姓文 完了 那在我眼里边就是一只臭狗屎 怎么说话的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发出错 打酒 打酒 你帮我一忙呗 你咱俩俩还啥帮不帮的 说 我们福利月明天就是成立五周年的联欢会 要赞助 没问题 不要钱 剪彩 当嘉宾也没问题面 你都不听我把话说完 算了 不跟你说 别别别别 别别别 你说 既不让爸当嘉宾也不剪彩 那爸还能干啥呀 我要你当猫 喵喵 记住了 一二千万没脱头烫 天这么热 擦擦汗都不行啊 那 那你找个没人的地方擦 那万一你把头头摘下来把小孩吓着怎么办 那爸笑起来也吓着呢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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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闺女 你教教我该怎么做 一会儿你就逗他们开心 怎么开心他们 做生意爸没问题 可是逗孩子 这爸真的没经历过呀 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 我第一次跟你见面 你都二十多了 我 你啊 就当弥补人生的男人 你就把他们当我小时候里头 你怎么逗我 我给给 不许说给钱买玩具 不 那 那那那那 那你跟着我吧 待会儿我怎么来您怎么来这总可以了吧 那行 爸就跟你去 你赶紧走 赶紧走 我们马上走一会儿过来啊 你快点来啊 你快点来啊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 行行行 小岁 我一下天没来 我昨天打电话通知她了 但她好像挺忙的 说来不了了 算了 她也是大忙人不管她了 小岛怎么了 她说她肚子痛 我这要带她去优势呢 我带她去吧 你去照顾孩子们 也好 来 走 来来来 笑脸 谢谢 脸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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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 我 约 更 脸med 这么 齐大马取消今天的谈判 那正好 跟他们说约明天吧 对了 把资料都准备好 这次该轮到我们给点颜色了 这帮穷孩子 哪个气球就高兴当得啊 咱们老子一人送的厉害又戏机 你们还不得卖出鼻涕泡来 коп weak 赶劲加油 小孙 好 小孙 你可来了小飞 来呀 我爸爸还不行 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 能不能不搞怪啊 闺女 这是你第一次抱爸 这么多人爸都没陪你玩过 爸对不起你啊 小碎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吗 阿姨哥哥怎么是你 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小碎 阿玉 齐叔 你个臭小子 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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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严重吧 爸 你醒醒 小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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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两个人都就是熟了 刚吃的霍香正气 过一会儿就好了 齐叔 我一直想知道 你和我爸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值得您那么恨他 问你妈去 问白景天去 你问老子管个屁用啊 我知道我问他们 得到的只是一面之词 我想听听您怎么说 算你小子懂点人事 当年你爸就是太谨慎 说好听了这谨慎 说难听点就是怂 老子好好跟他说 他不接受 还当着白景天的面 奚落我 当时我们是兄弟三个 谁比谁差啊 谁是 温小泉 这事要换在你身上 你忍得了吗 无论他有再多的缺点 他都是我爸爸 我也不认同 您一言不合 就带走文氏半逼人骂的行为 我就知道是对牛探亲 不说了睡觉 我就闹了闷了 你说我闺女看上你难点 您知道小岁和我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这条命是他救的 他多次一举 小岁不像我们满脑子的争斗和金钱 他就是一个又简单又可爱的女孩 他告诉我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他告诉我亲情是宝贵的财富 他教会我那么多 但是我能给他的其实很少 就是一辈子对他真诚 对他好 你以为你这么说 老子就能对你另眼相看了 我觉得您会一直讨厌我 就像我讨厌你一样 有点意思 怎么着啊 第二轮谈判赶在哪天了 原定是在明天下午两点 不过您要是身体不舒服 我们可以改期 好 你看明天老子怎么石头死你 好 到时再见分晓吧 好啊 您再休息一会儿 这里有空调 我先走了 今天这帮孩子真有意思 爸还从来没跟小孩一块儿玩过呢 也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开心过 我得谢谢你啊 闺女 给我吧 算了 放把兜里吧 我跟你说闺女 今天有个小丫头 爸爸给兜坏了 她那个气球飞到树上去了 当时 裤子跟个小泪人似的 头头一抹脸 好家伙 那鼻涕眼泪啊 蹭了 我那个加肥帽子衣服上边了 把我给恶心的 我得帮她够啊 是吧 树又高 你 你还不让我摘那个头套 我就一手扶着头套 一手够在那气球 爸当时的苦腰带还没累紧 我 我蹦两下 踢踢苦腰带 蹦两下 踢踢苦腰带 当时我就想 爸 你叫我啥 爸 爸 谢谢你 咱俩俩替啥谢呀 高兴啊 爸今儿真高兴啊 回家 走 好 高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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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谢谢 我 咱俩 餅 我 咱俩 咱俩 你 咱俩